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也同样可以快乐 但是我们有一种说法叫做 快乐有两种 一个是 自己的心态要平静 如果心态没有平静的话 乐受 乐受就是心灵的 一种减少痛苦的心态方法 所以心要平静的话 那么我们用其他的方式 让自己减少贪欲 减少嗔恨心 那个时候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快乐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 一个人经常帮助别人 有一种往往的精神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人是很快乐的 实际上有些人没有宗教信仰 但是他经常会帮助别人 那个时候他的生活也是非常快乐 所以我觉得心态宁静 不要有贪嗔的烦恼 烦嗔的痛苦 还有帮助别人的心态快乐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窍诀